控制的念头 占有的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造业的第一个因素 觉悟的人把这个放弃了 舍弃了 不再干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些事情 也绝对不造作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这种行为 能够把这个放下了 得大自在 真正身心安乐 复会增长 这是真正的佛报 真实的智慧 我们这个智慧佛报 就是被这个真理安装事情障碍住了 自己本有的智慧不能兴起 本来这个信德里的居足的 无量的佛报也不能兴起 这个道理 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 我们决定不会知道 所以霍佛的转移操之在人 这人自己 操在自己手上 命运是自己造的 命运可以自己干 所以 人能够把自己舍掉了 为社会 为众生 就能与一切诸佛菩萨感应大脚 为什么呢 一切诸佛菩萨 他就是这个心 就是这个念头 你这个心愿跟诸佛菩萨心愿完全相同了 诸佛菩萨立刻就加持你 我最初学佛 我二十六岁学佛 亲近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教导我的 佛世门中有求必应 如果有求没有因 这个里头决定有障碍 障碍是什么 业障 自己有业障 那用什么方法呢 灿除业障 你所求的就先前 所以佛家讲的修行 无量法门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忏悔 无论哪一个法门 都是忏悔法了 忏悔的方式不一样 手段不一样 效果相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